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台下台文學林茂賢 各位觀眾朋友,我們今年北索敦媽祖是非常非常忙的 除了說去北港進行過會以外,你看看最近去台東,去鳳孫 十多十五要去台北市的荷羅市,全台灣高大廟的聯合交警 所以我們北索敦媽最近很忙,這次又要培養五分共的荷羅市 當勢來勾勁,你不要想說這個荷羅和媽祖信仰無關 過去我們台灣有一個秀議,說不請荷羅公要先請媽祖部 什麼意思?不請荷羅公進行,你要先請媽祖部 因為荷羅公都是我們神,很怕 有時候我們民眾做不到事情,或是說我們工祖人員的這個 工祖的社交差,怕受到這個王爺的厭倫的哲比 我們就請媽祖先來替我們反和一下 媽祖跟我們的媽媽一樣,所以會請這個 這個媽祖部來做和事老婆就對了 以免說我們這個工祖,如果沒有做到九傳的 騙王爺公上去 所以說我們台灣的秀議,不請王爺公要先請媽祖部 這個是工業的,這個是煮米的,這個剛好 所以這次呢,我跟公公的這個王爺公正在我們 我們白蘇特媽也有去挑戰 最近我們白蘇特媽的活動非常多 如果你如果沒有時間參與,你也可以看電視的全部 一樣,可以跟媽祖最新的訊息 還是說他最實況 報給你知道,你在家裡也可以知道我們白蘇特媽 他最近你不可以參與 今天呢,是這個 我本宮,這個王爺的這點 也是我們經常說的,要先王爺 所以在現在呢,我們就跟各位觀眾朋友 介紹我們台灣的這個 王爺信仰和王爺的這點 那,王爺是我們台灣非常普遍的民間信仰 那,在我們台灣學生的聲明裡面 售量最多的就是土地公嘛 因為土地公就是我們的里長賣、傳長賣 所以他的售量一定是最多 那第二的呢,一般都因為是媽祖 其實不是 第二這個呢,其實就是王爺公 可以這樣說啦 過這個羅水黑伊蘭 這個王爺廟是最普遍的 第三就是媽祖 那關閉到王爺由來呢 我們民間團算的幾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呢,是說三十六個禁書 因公殉職 就是說這個東條的時候呢 有三十六個禁書呢 因風到王爺的命令去順序天下 結果呢,封到海難 結果呢,三十六個王爺呢 無一信免啦 那最後呢,這個風到呢 因為他們這個公路呢 所以風到王爺 實行什麼事務呢 台天順序 因為他本來就是風到的命令 因為他那個孫時天下嘛 所以呢 以後呢 運言公殉職 要執行這個台天順序的任務 讓他由富採富 由患採權 那第二的發展呢 是說這個唐太宗 在科研這個 度教裡面的中天書 他的發力了 明明三十六個禁書呢 在這個地下宗裡面 演奏英雅 他在聘請中天書 那你要發動 你可以這樣去通知 中天書在做法之後應該是停止了 但是三十六個禁書都含冤而亡 這是皇帝造成的 所以皇帝因為自己做不到事情 所以就讓三十六個禁書做王爺 也是一樣 後面都是由夫、財婦、由冠、財官 這是第二的版本 第三的版本是五個禁書的團算 說五個禁書有五個禁書 他們要中間覆蓋 結果看到暗時有異軌 異軌就是施放瘟疫的貴 在水政裡面放疫情 這五個禁書因為要劈勵民眾不小心去吃水 所以他們就五個禁書 都有五個禁書的禁書 警告民眾不可以喝到水 這個劉奉大帝因為他們下心求人 所以就奉他們做王爺 也是一樣 後面結果都一樣 就是一天台天順秀的任務 所以這有三個版本的團算 所以說王爺的素量 不是一個 是剛才有說到三十六個 三百六十個五個禁書 他的意思就都不是一個 我們說媽祖就說送料的任務 那王爺說就不是了 王爺說都是很多 那為什麼是這樣 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的團連盤 瘟疫就對了 他的精力非常多 不是一種而已 有什麼湯格熱 有什麼薩爾斯 有武漢肺炎等等 所以他不是一種 所以這個王爺的素量也太多 再來 他不是多少的生 不是多少的生 我們知道 這個王爺的生 非常多種 那為什麼有這麼多種呢 其實喔 這是代表什麼 代表那個 瘟疫的種類非常多 喔 啊 那如果 五秀在這個團算 其實就是五什麼 五個全方位的意思 就是 東、西、南、北、中 無論什麼地方 都有可能的流行瘟疫 叫大家要小心 那 這個王爺 他 在那個團算裡面 我們剛才發言說 他的共同支出是什麼 就是說 都死於非命 死於非命 就是非自然死亡 不管是 這個 遭遇海難 還是第二的團算 去讓中天書和誤殺 還是第三版本 五個秀才去 導建祖前 這都一樣 都是死於非命 就是說他不是祖前死亡 所以 因為這樣 你看我們台灣的這個 王爺的造型 大部分的 民眾都改壞看 那 改壞看的意思 其實就是 是要這個 妖魔鬼鬼 會驚訝 所以 那跟 剛才說 媽祖寶寶寶寶 王爺的民情 都非常壞 那 他的造型都什麼 都無重的形 那 團算裡面 它是那個秀宅 但是 在這個造型上面 它卻是變成無重 因為無重 他走路 客戶 團念 爺 他如果生都跟我一樣 和愛可親 我相信 這個 恩義就不怕 那 這個 為什麼有這麼多生 這是這樣 每一次流行 這個恩益的時候 都會造成一體的死亡 那 比如說 我們這次 武漢遺案 是這麼多人 這裏面是 涵蓋 無重的生 它就是 不管生什麼 都有可能 染疫而亡 對 所以說 這是這個 王爺 信仰 跟一般的生命 無重的 一般的生命 都生著和愛可親 但是 王爺 就是 因為 他要克服瘟疫 所以 他的民情 都比較嚮惡 那 台灣的王爺廟 他的由來 九層 是在福建 這個 地府 分領過來 比如說是 副米宮 在大陸 大陸的祖廟 分領過來 但是多部分 我們台灣的王爺廟 是怎麼來的 都有一個共同的團選 說 晚上的時候 聽到海邊 鮮熱飄飄 人聲吵雜 結果大家去海邊 一看我 一台王 一台鑽 在海邊 在海邊 上面 有那個 鑽國的身上 有這個身上 有這個身上 民眾就把 新民請回來 爭頭 福西 這有很多 這個王爺廟 都共同的選選 包括南軍新 馬明山 安定的所處 很多 那些王爺廟 都會共同的選選 就是說 這個王爺 是 漂流而來 漂流而來 所以 福西 王爺的 這個素料 也不一定 那 我爺廟 是 福西 担他 南富 例如說 李富千歲 五富千歲 李富千歲 這個王爺 那 我爺是福西 三富 比如說 像 台西 張李末 南軍新 變五富千歲 五富 好 那是那個 這個 東港 這個 這個 印南軍 他就變成七富千歲 所以 福西 王爺 素料人 不一定 因為要看這王爺 整個 在前頂 那 所以 這個王爺 他不是我一個生 他是很多生 那整個王爺 在這 這個 主秀 也不一定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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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七個、頂頂 那中共政府說他不是單一的啦 不是單一的姓氏 不是說特定的一個對象 譬如說我們說補充台就是送條五頭 就是五頭 官姓帝軍 那就是三國時代的官務 王爺的信仰不是 王爺的信仰比較得數 因為歡迎說這個 這個 恩義的經歷非常多 恩義很頻繁 很頻繁 常常發生 所以他的這個 這個受量會非常多 那王爺怎麼來 紀念是台天順秀 大部分我們的傳送裡面都踏浪而來 就是說在海邊 靠到那一頓 裡面有生命 所以說這個 他的由來跟一般的生命 是比較不一樣 那官會留這個上朝文的這個傳送 其實不是在台灣開始 在那中間的在送條就有了 送條是我們根據這個送條文献的記載 就是說地方如果發生那個團燃便是民眾的祖尊 然後把自己的名字寫下來 放在鎮上讓它去漂流 這是送條開始就有了 所以在這個民調清條的這些文献記載裡面 這個中間的 中間的圓海地區 常常有這個送王尊的這個民眾 那其中呢 譬如說像我們在這個這個 民調的時候這個文献裡面有記載 說福州呢 流行那個團燃便啦 那民眾就造舊啦 然後造純啦 連鎮上放很多東西 以五帝送出海 五帝那時候我給他 我給他 他也是我們神 一鄉送完之後又輪流另外一鄉 這是這個民調的時候 這個文献的記載 所以說 這個我們台灣很多 我們都說到 為什麼台灣的收到王尊 其實就是都早期的都是什麼 中國圓海地區呢 漂流到台灣的 為什麼是這樣呢 你看看 中國當然圓海地區跟我們台灣的圍杜 一樣 圍杜一樣 圍杜一樣 一樣 氣溫、熱、吸氣溫 也是一樣 常常流行瘟疫 那中國圓海地區 每次流行瘟疫的時候 要怎樣 就做王尊 送到海中 代表說 把這個瘟疫送走 這些王尊飄啊飄啊飄啊飄 你想想 因為風向跟海流的飄來哪裡 當然是飄來台灣 飄來台灣的哪裡 一定是西南沿海地區 因為海流風向就是這樣下來 所以你看看 我們台灣的王爺廟都集中在哪裡 西南沿海地區 你看 南島就沒有王爺 南島為什麼沒有王爺 因為沒有客海 宜蘭花蓮也沒有王爺廟 西南花蓮 台東 王爺廟很少 如果有時候還要分領過 為什麼 他也不可害 台中飄的王尊 不可能飄 生一年糟的花蓮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說 南島、花蓮、台東 王爺廟沒有特別是因為這樣 那 我們台灣的送運的方向 我們台灣送運的方向 最早是在一七一七年 一七一七年 一七一七年這個豬肉館子裡在記載 豬肉館子裡在記載說 民眾的獲金 祖族 所以三年一塊 依賞王爺 三年一塊 所以我們現在 小王爺不是同年去燒 三年一百 這樣 然後他裡面還記載說 這個王爺 當中流的地方 他在哪裡去考慮 這個地方一定會流行瘟疫 一定會流行瘟疫 在這個豬肉館子裡裡 說到一個故事 說這個 荷蘭的專家 暫停在台灣 台灣海監 看到這個 台中在那裡 這個荷蘭人 就是說那是海產 然後砲火 砲大砲到砲 結果到天空的時候 看到整台中 裡面都是鎖國的人像 鎖國的人像 所以 荷蘭人 大小小小 那經過 所有日後 這個荷蘭的專家庭 因為瘟疫 這個 死亡一半的人 這是這個 豬肉館子的記載 所以 這是我們台灣早期 最早關閉到 上王爺的記錄 所以我們台灣的王爺 在清廟的時候 我們就出海 出海 這個 意思就是說 送這個王爺的 這個 啊 啊 出離婚 離婚這個地方 齁 啊 那王爺的這個 這點呢 就是 為了要請王爺 這個 送王爺 啊 很多的王爺廟 他看學生的王爺 他也不在送王爺 譬如說 南軍心就沒有了 南軍心就沒有在送王爺 對吧 啊 再來呢 比如說 我媽明山 媽明山五年前 所以他也不在送王 對吧 他王爺就變成定居 就在那裡 也不在送 啊 各位 我去過這個安兵 你看看 安兵老闆 大家廟廟的王爺 但是他沒有送走 他就放在那裡 對吧 所以他的方式很多 啊 並不是說所有的王爺廟廟 都會送王 還是說送王爺 不是 啊 每一個廟有呢 是不敢的 你自己去械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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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回去械仔 吃械仔 賣実 那關於那個翁鎮的這種他的材料有很多種 我們最常看的,比如說這次五分鐘的翁鎮,他就是用茶做的嘛 用茶做的 那過去呢,我們因為經濟比較差 所以有用紮古的,那各位不知道怎麼看過,用紮古的翁鎮 再來呢,用那個草鎮做的,叫做草鎮 那你給你看看,地方留很穩穩 大家四個四度的度,大家都沒有錢了 所以在那早期,那翁鎮不像現在這麼高華 用紮、用草、薄的做完之後呢,還要拆位 還要開工店鎮,頂頂 再來呢,還要設翁鎮,翁鎮就是台天順秀的翁鎮 來這個地方辦公、臨時辦公室就對了 所以那要補一連片 那這個翁鎮才開始 進行說,稍微送草鎮的這個儀式 那雖然這個,做草鎮要做很久的 年後呢,他的這個造型,會比一般的 秀鎮更豪華的 那你要看我們這次五分共的這個翁鎮 你外面,你在五車鎮應該看不到 那樣漂亮的專家嘛,對不對 所以因為翁鎮要做的,要讓翁鎮 大趙雲鎮的,所以他的這個造型 就非常豪華,因為是生命的 我們人類都一樣,會把最好的東西 最好的藝術,現到什麼? 現到生命了,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看到 這個翁鎮這一點的時候 那個翁鎮現在呢,都是大本翁鎮做的 這樣如果都造型非常豪華 造型非常豪華 造型非常豪華 有一些所謂是一年,賞一次,譬如金門 有的所謂,最多的是三年一塊 東港、西港,這都三年一塊 三年一塊,三年賞一次,南九 這很多,都是三年一塊 有的是五年一塊 有的是十幾年一塊 有的是不定期的 譬如說平安就不定期了 不定期什麼意思? 當期起黨說要贏王送王 才有開始在期待 所以這個王送這一點,他的周期 周期也不一定 所以說,像我們的 我本宮這個社會什麼? 不定期的 三十年前一回 後一回當時我們也不知道 這叫不肯定的 不定期的就對了 為什麼不肯定 就是說因為我們不知道 幾年要流行這次的瘟疫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他不是每年 每年都基盤 最多就是三年一塊 有的是十二年一塊 有的是不定期 像我本宮這個案例就是 那關於劉王送這點 他的劉頂 其實很複雜 一開始要做王送 做王送就是說 你 你要讓王爺把所有的 在野或是團連別的 我離開都會有交通工具 所以我們要做王送 做王送 他還有一個不肯 要粗簽 那些柱子 不是青青菜菜菜 因為這個柱子 它是代表那個 鑽的龍骨 這張柱子如果大張 這個鑽就大隻 所以這叫粗簽 粗簽是 還要請粗簽 還要再去那裡 臉書也很願意 把他們家的那些柱子 現給這個王爺 做這個王鑽的龍骨 才開始做王鑽 做王鑽 做王鑽就一天兩天做得完 都要做過六個月 甚至過六年 所以要先做王鑽 再來 王鑽做好之後 開工店 但是如果進去後 再來就是要 準備要請王 請王就是要請 這個王爺 要請這個王爺 要請王爺 要來 這個大天順修的王鑽 這個叫請王 我們不是說過 這個王爺 不是 固定住在的 一個地方 不是喔 它是 王爺 要請王爺 來 大天順修 所以請王爺 來這個地方 叫請王 那一般來說請王的地方 都在海賓 都在海賓 所以你走在 頭昏基長 或是台中基長 是請王爺 一定要去海賓 還是你欺賓 比如說 像那個 寶貝街營廟 他就是在 原來賣頭 還是你 所以說 請王爺 也不一定是誰 那他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固定的 比如說 都請王府錢稀 比如說 這個 西港 他就是什麼 十二元王 十二位 比如說 五年前歲 這也是十二位 那 有的所在 他請還是 不一定 不知道什麼 比如說 像那個 東港 東港後一塊 兩年後 要請王 那王爺 叫什麼 到現在還不知道 那天請王 那天去海賓 去海賓 那天 才知道 到底這塊的王爺 是什麼 所以說 這個錢的王爺 也不一定 有的 是不知道 收留給他 也不知道什麼 是由大眾利用 擺保的方式 擺海賓 在問 今年 王爺 大千歲 擺什麼名 擺下來後 他就擺大眾利 知道而已 其他人都不知道 那天擺海賓 那天的實在在那裡 這個擺機 就在那裡 這個海賓 在那裡走來走去 拿那個橋簽 在上面 沙盤上面在那裡 什麼生的王 什麼生的利 什麼生的大恩 什麼生的靈 一直交到對方 這樣代表 王爺加賭 請的王爺 像南昆仙 就有五位 有的所在 可能有三個位 所以 這也都沒有得客 每一個廟 都沒有得客 都沒有得客 這個王爺 這個王爺 嘎臨後 就開始要客人了 我們叫釋王 釋就是奉釋的釋 客人的釋 客人的釋 這個 客人的王爺 就是說 王爺在這個地方 的時候 你每天都要替他 擺擠 所以就擺警 擺警什麼意思 就是說王爺 要來做什麼 台電順手 所以他就要去擺警 大街、秀行 鄉頭、鄉尾 都要去巡視 要把所有的團燃爺 北斗 那些不好的東西 全部都要擺警 所以要擺警 擺警的時候 這個地方的頂頭 廟也要 也要參與 對嗎 讓王爺要來這裡隨時 所以 地方的廟屋 都要來當作 來參與 所以 最好就是送王 送王什麼意思 就是送召王爺 就是請王爺 把所有的團燃爺 不好的東西 全部都送召 那一般的民眾 可能都聽不懂 都說叫秀王爺 都叫秀王爺 其實 他政策的名字 他叫送王 送王就是請王爺 把所有的瘟疫 所有的財務 所有的財務 全部都送召 叫送王 那在送王爺 進行 還有很多複雜的意識 比如說 在這個 要送王 的政策 就要開始財務 財務 什麼意思 就是王爺上面 所有的日常用品 你都要準備好 準備好 準備好 所以如果你看到 那些大型的 這個 王爺坐的時候 你就看到財務 那 我分說這次也有財務 財務 財務 就是說 尊重要準備 所有的日常用品 包括吃的 你買 米 菜 所以 比如說 日常用品 什麼 衛生署 都要準備 只要你家有的 王爺上面都要有 有什麼 因為 這個王爺 起床之後 你不能說 航行到一半 發現衛生紙 我忘了帶 還反航 就要了 所以你一定要想好 什麼東西 都要自己準備 什麼 鍋丸飄盆 這個 這個 王爺 你想到 你們家有的那裡就有 就對了 這又是財財 財財 那 財財結束之後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意思叫 燕王 燕王 那 什麼叫燕王 燕王就是 吃最後的晚餐 因為 王爺要離婚了 所以 這個 王爺的燕王 一向都是 什麼 整個大 例如說像燕王 燕王 燕王 就是 108道菜 108道菜 一道一道 一道一道 所以 這是燕王 那 再來 接下來 另外一個 很重要的技術 叫做 這個 豪雲阿山 什麼叫豪雲阿山 豪雲阿山 就是 豪就是 溫和 溫和 溫和的嵌禮 請這些 團燕王 這些不好的東西 請你離開 這叫豪雲 那如果萬人 這些團燕王 流行性感冒 武漢肺炎 他們不走 那時候要怎樣 再來就是 阿山 阿山 就是強制驅禮 所以這是在 王爺 這個 上王進行的 非常重要 一個民宿 和溫 壓煞 溫和的嵌禮 萬人 他不停離開 我們就是 壓煞 就是那個 強制驅禮 叫做 火溫 阿山 那 關於那個王進的 這種的 他的材料 有很多 我們最常看的 比如說像 這個 王進 這個王進 他就是用茶座 黃茶座 那 上朝王進的方向 其實有兩種 第一種 叫做 郵帝河 在水上漂流 第二種叫做 郵田河 就是我們現在 五分鐘的方向 就去 收到 揮發就對了 那 可能很多觀眾朋友 會覺得 紀念是 前應該是要 在航行 海上 我們台灣早期的 這個 王進 其實 都是用 揮發的 都是用 水漂的 漂流 紀念是前 就在水上漂流 啊 後來發現說不行 為什麼呢 我們 在台中 那 台中 流行運氣 我們 他上照 結果他飄啊飄 可能飄去 中華登陸 中華人看著 什麼運氣 他就要做一個 要拍 車 運氣不可以來 中華還要幫忙 現在 幫你自己登陸 所以 後來發現說 因為 我們台灣的這個 海流嘛 既然漂水 他就是漂流回來 所以 後來 我們台灣的這個 王進 全部都 幾乎啦 現在還有 油水河 比如說是雞洪 油田河 油田河 油田河就漂流 現在我們台灣的這個 王進 差不多都是用燙的 這樣他就不會登陸了 你不要去做成 保育民眾的困擾 所以這就是 油田河和油田河 我們這次五分鐘 用燙的 這是燙的 油田河 油田河 就是說 這個 王進 這個 飛向天上 天上航行 變成太空船 他就不會 飄到哪一個地方 登陸 然後造成那個地方 又流行溫力 這個 蘇褲是這樣 因為這個 過去在 安兵 安兵關 十字裡面也有說 這個 上王出海 讓他去漂流 但是呢 王進 天流的海派 這個地方也要造就 不一定會流行溫力 所以 台灣的文憲記載就是這樣 所以說 稍後 我們發言說 油田河 油田河 不行 因為他又漂回來 這代表什麼 溫力又回來了 所以 我們現在王進 差不多都是用這個 這個 油田河的方式 就是用它燙的 希望他 王爺跟所有的 在野衣都帶走 而且 不可以回來了 我們一般 照王進的 這個 整個 國際都不一樣 那 普遍的 整個 整個 就是 像 東港 還是 小六球 當地人 如果看王進 點火之後 王進點火之後 他們就要 宴祺石鼓 就是說把機子收起來 你如果不可以說過的話 你如果悄悄離開 悄悄離開 悄悄離開 香油炒在海邊 你如果大家都慢慢走 所以 很好人 你如果看到 那 那 王進點火之後 香油炒在土壁 你會慢慢走 那都一樣 你如果看到 還留在那裡看 那都觀光客 所以 這很好人 那 所以 這 王進點火之後 不可以回頭 回頭 什麼意思 回頭 表示你不敢 不敢走 他不敢走 他就流下來 你的疫情就不會 跌到控制 所以 第一個 禁忌 就是 王進點火之後 不可以回頭 所以你看 我們直播是對的 這沒有這個問題 再來 驗祺石鼓 那機子都要收拾起來 也不可以造假 不可以造假 造假表示 你把它反應 所以不可以造假 三港裡面 都不可以造假 就對了 不可以造假 這是像東港 還是說收入球 都有這個 整體 像東港 當地的日子 三港不可以出海 三港出海的時候 走到王子 走到山上 那時候 還要什麼 還要死窒 死窒什麼意思 像屁股地區 那事後有夠感受的 沒有 衣服 全部都短短回收 表示我跟王爺死窒 因為 王爺立臨的時候 我做那個班頭 做中文婦 我做頂頭 做什麼 替王爺服務 現在王爺要走 我會跟他死窒 我如果沒有跟他死窒 就叫他帶走 所以這個死窒 這是很重要 表示所有工作人員 在那個王爺 要修進前 都要跟王爺 甚至說我的工作 跟這位子 你好走 不可以帶走 那不然王爺人說 你這個 漏條片不錯 那時候那個不錯 我們把他帶來那裡 擔任攝影官 不可以 所以要 這個死窒 代表我們的 這個 人物到這裡完成 還有來 王爺跟他修行 很多地方 都會擔任 中尾 中尾就是王爺 中尾那個 中尾 過去就像西江 下賤 西江下賤 在陣營 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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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陣營營 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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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拿回家 對不對 所以現在 都是把他收掉 大部 那人 他在當中尾 住著 這個中尾 中尾 他在當中尾 他被到身上 登 Holy 後世 這未來三年 這個離間 所謂的 像什麼意思 譬如說 東港 他如果說這個中尾 陣營 他就是東方海邊 標示 未來三年 的 東港地方 被林 的 風修 那如果是 導向 路上表示未來三年,這個地方 他的工業、商業、做生理的大賺錢 所以大家都在等 人家說,那翁巡到底中央是多鄉海賓 或是多鄉漏地 來看說,我們三年以後 未來三年,多一個行業的風修 或是大賺錢 台灣的王爺跟過期不一樣 過期王爺的節目就是台天順秀 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不是台天順秀 我們現在台灣的王爺都定居 什麼富潛水、什麼宮、什麼廟都定居 他不是台天順秀 這是來台灣的本土華的現象 本土華的現象 我們現在也不是為了要爽造婚姻 所以現在秀翁巡現在變成民宿觀光活動了 大家去看,不覺得很恐怖 都不覺得很恐怖 這次因為我們連續三年的疫情流團 剛才選到這個時間在爽翁 我覺得是很有意義 代表我們希望把所有的無福 這些東西上照 我們可以回合正常平常的生活 我想這就是王爺這點最大的意義 觀眾朋友現在所收看的是這個五分宮 很久很久這次的喪翁儀式 你看到今天我們叫喪翁 喪翁就是請王爺跟所有的財源 所有的傳染媒體都來抓走 叫喪翁 但是我想你看到的 提料說今天最後的一枚喪翁儀式 我們要知道 整個王爺這點的過程是非常非常複雜 從這個做王爺開始 做王爺開始 設王爺 所謂贏王 再來要求婚 所以有這個葡萄 葡萄因為雲歷來時 首先集體死亡 所以要把葡萄那裡 老爸說好兄弟 所以 一直到今天我們 在節目當中所看到這個喪翁 代表說 我們把所有的運營都送走 我們也希望說 這個王爺保備 讓我們台灣 以前 恢復正常的生活 因為正三年 我們已經 大家一天到晚都很大 都不敢去 希望這種日子 光興過期 大家都恢復正常的生活 今天我們的開銷 有更加危機 我們後一邊 如果有機會 再跟各位做慷慨 再會 我們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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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